当然 即便是出现了刚才说的第二种情况 我们所需要花位的时间 也不至于会多出很多 它是可以度量和界定的 具体的是多少呢 我们说具体的也充其量 不过是一个常数 4 因为一个T型 原来的那个T型 至多会被分成4块 我们最多只需要进行常数的时间 就可以从中挑选出 继续应该往哪继续深入下去 所以这是个好消息 当然相应的在Search Structure中 我们的查找也会向下深入若干层 你只要去翻看一下 我们此前关于构造T型图算法中 所介绍的那三大类情况 就不难发现 在这种情况下 Search Structure尽管它的深度 会在这个局部有所增加 但是最坏的一种可能 充其量也不过只增加三层 也是个常数 当然我们所关心的是最终 平均而言 Q所在的那个T型 在Search Structure中有多深 而不难理解 我们最终这个Search Structure的高度 其实无非就是这样一系列概率的总和 什么概率呢 也就是在每一次插入一条新的线段以后 同样的这个相对固定的点Q 它所属的那个T型 发生了变化 正如我们刚才说的 不发生变化 深度在这个位置上至少不会变 发生了变化 才会在这地方有变化 那么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这个变化的数量是三 是个常数 所以最核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概率的总和 为此我们不妨将这个Probability 记作Pk 表示在Dk条线段插入的过程中 引起这个Q所属的T型 发生变化的概率 那么我们只要能够估算出这个Pk 也自然就可以估算出Search Structure的高度是多少